我们今天想想 我们持戒 还造不造业 给主义说 大个是 我也不造了 造善业 还是造业 换句话 你心还是不清静的 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不过是你说 你不躲三火道 你来生在人天里面 就是有过往 那不是佛的意思 佛的意思是叫我们 不但要超越六道 还得超越十八戒 这是佛对我们的期望 甚到一种 今世难修 欺难非 你看我们现在 特别是现前的社会 真的 五着 染着到基础了 连一个晴朗的天空 都看不到了 我们每天看到的天空 无缘张旗 让我的基础 为什么 众生造卧 实卧 想想看 哪一条没做 杀神 偷盗 血淫 望于 两时 握口 其语 探成痴 我们 冷静想一想 细心观察一下 现在 住在地球上的人 谁不知道 齐心动念 言语 造作 跟这个通通相应 人人都在造 回国头想想 我有没有造 有意无意 也造 这怎么得了 有什么方法 不知道 给主说 念佛 就不知道了 我念一个小时佛 这一个小时 就不造 念两个小时佛 这两个小时不造 那不念佛 不念佛 有意无意 肯定走 习气太重了 嘛 谁不读经 不念佛 怎么行呢 读经的时候 可以不走 这要知道啊 时时刻刻要反省 时时刻刻要减点啊 神道一种啊 精实难修啊 这神道是佛菩萨道啊 八万四千法门啊 任何一个法门 在现在这个时候 实在是呢 直接 能不造业吗 上古时候 行 师尊问我们说的 正法时期 戒律成就 持戒的人 他心地就清净 他就不造业 我们今天想想 我们持戒 还造不造业 这主事 大哥说 卧业不造了 造善业 还是造业啊 换句话 你心还是不清净的 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 不过是你说 你不多三我道 你来生在人天里面 就受过我去 那不是佛的意思 佛的意思是叫我们 不但要超越六道 还得超越舍法界 这是佛对我们的期望 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超越舍法界了 凡神同旧度 下下平 也超越舍法界了 这是祝福 对我们的期望 我们不能不知道 其难非疑 这句话说的好 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体会才很深 账难太多了 特斯业门 致远极顿 而且尤其 简易直截 这个方法好啊 在对岸科实截 如果不能够 金言善天下了 就度善其身啊 关心门在家里 我以前曾经教过人 一般小一般 每一天赚钱不多 我过去在台北奖金 常常来听金 几乎都不缺席的 开金 你这十几个 我曾经给他开玩笑 但也是真实话 我说你们每天赚的钱 赚一天 吃个三五天没问题 就可以说可以休息三五天的 赚一天的时候 可以过三五天的生活 好好赚一年 你可以休息三年 三年的时间 好好用来念佛 为什么呢 吃饭问题解决了 三年成功了 那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不成功 回来再开寄診车 再去开一年 又可以休息三年 特色也满 治愿几顿 衣食住心 越简单越好 佛菩萨没有一个 在这个方面是求人的 没有啊 云时的身团 释迦牟尼佛采取的生活方式 都不 日中一时 树下一休 这中国人常讲 人道无求品质高啊 他真的无求 无求于事 所说的话 句子真实 不会骗人 真的是 简易之解 这出世之震慑呢 偏在此间 一代所说 归于此间 如众水之归于大海 这后头的就是比喻 出世 震慑 偏在此间 我想 山岛大使说过一句话 可能就是根据这一 这句经文讲的 山岛大使这句名言 祝福所已新出世 为舍弥陶本云海 舍方三世 一切祝福 以佛神出现在这个世界 就是应以佛神得度 则以佛神来教化 这一切祝福 实现的是佛神到这个世界来 来干什么 我一舍弥陶本云海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为了舍 无量寿经 一代所舍归于此间 这一代是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舍的一切经 说什么 舍无量寿经 清静万论处处知鬼 人他都不喜欢这个法门吗 不和口味吗 佛随顺他的口味 讲给他听 讲到最后 拐弥陶本云又回来了 又会归到无量寿 这是佛的善巧方便 真的 善道大师的话没说错 我一舍弥陀本云海 华言说的那么多 到最后 舍大愿望到归结了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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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